先說回今天的市場 看到恆子今天表現不錯 升三百多點收市 26605點 雖然早段跌過一點 落去26100多點 不過很快 彈上來 上回最終的市場 成交都可以 1600億好像跟往市都差不多 不過看到今天是不是科技股 表現都很突出 美團我看到升幅榜 藍草8.4% 騰訊都5.3% 是不是科技股今天 為何爆起這麼強勁上來呢 可能就這個 美盛傳上市 它算是網絡科技股來的 其實有很多IPO 即是那些新股 正式招股之前 尤其是集資比較多 就是一些捧場資金 才過來的 所以來說 或者可以解釋到 今天 港股的成交金額 比昨天多了 差不多有百多億 昨天應該是1475 那 走勢是挺漂亮的 但是來說 RSI不是那麼好 即是過不了50 還有 守穩10天線 但是破不了20天線 這個是需要小心一點的地方 對 看到今天除了科技股表現突出 看到有種比例差一點 最差的 信譽 因為數據好像是一般的 數據好像是一般的 甚至是要休息一般的 有可能 但是其實來說 你看到周線圖 找個位置也可以買的 我自己相信 都是IPO市場的原因 打新股的原因 因為百恩光學 盛傳 短期以外會來香港上市 你那些 幫百恩光學 做所謂的保證人 或者包銷團 那你首先當然是唱衰 這個信譽光學 那信證不用唱衰 在光學那裡 即是沒有搞到任何信證 好像是起步 沒錯 那我就懷疑是 另一個所謂新古的季節 繼戀愛季節之後 現在有沒有來過一個新股季節 但是你覺得 接下來 如果說新股就是 理想汽車 應該是否招完 是招完的 等上市 是嗎 是第二上市 可以嗎 你覺得最近的汽車股 其實也挺厲害的 也升得不錯 我看到有些 你覺得理想汽車 定價又不算很高 因為之前原本 他都上限 百五元 最後一百十八元上 你覺得 理想汽車又怎麼看 你有一些越不懂事的散戶 或者是懶做功夫的基金經理 理想汽車 每個單位的價格 一百一十八元 比亞迪二百多元 比小鵬汽車一百六十多元 你炒電車世價股 我猜這隻是最小的 最小的 因為已經最小了 另外也想看看 有隻 今天也挺熱門的 就是恆大 想說一下 看到有些實力超強的 國企或民企都說要入股 我看見恆大升了七個巴仙 恆大物業還升了二十個巴仙 但其實這些都是 怎樣說 大家都是鬥膽 實際上 如果看機會因素 就肯定一般 不用說了 你覺得是否也是這樣 就是彈上來 這些彈完都是散還是怎樣 雖然我有做股評 但我不是一個財經傳媒人 傳媒人就要找故事 一個財經投資人就要找利益 以及平衡風險 恆大股票我不會買 恆大債券我也不會買 雖然很高息 但風險太大 沒有必要 買債券的都是等退休 然後是相對穩陣的 就是你 恆大股票我可能短線投機 拿著駐馬